这都什么人哪 要不在这里等了那么久 真是 没事的 应该快来了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相亲的是你们吧 是的 诶 是哪个跟我相 她 美女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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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穿得这么脏啊 嗯 我这刚下班呢 从车底里爬出来 我就直接赶过来 行了 那就几点点吧 你家的情况简单说一下 嗯 我家 我父母去得早 我家里有四个弟弟妹妹 我的大哥呢 他已经上大一了 诶 学习可好了 还有个小妹 可听话了 诶 听飞 你的意思是 你还养着你的四个弟弟妹妹 那不是嘛 兄长为父嘛 那你家里有几套房子啊 我家 就父母留下的那套乡下的大房子 嗯 不如这样吧 嗯 等我弟弟妹妹都毕业了之后 我让他们都出去自里面过 看成我 成你个头啊 这都什么人介绍 嗯 就这样的条件还敢来相亲 你是坑言了吧 嗯 嗯 谢谢 姿萨 你别这样 死也不会嫁个穷 不好意思啊 她性格就那样了 没事 你一个人养大这么多弟妹 也不容易吧 那肯定是不容易 不过 谁叫他们是我弟弟妹妹呢 我就是炸锅卖铁 我也要把他们拉手大 虽然她看不上你 但是我看上你了 你觉得 我怎么样啊 我觉得你挺漂亮的 也比她懂礼貌 我挺看重你的 但是 你真的愿意跟着我吗 嗯 我觉得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也有责任性 所以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也愿意帮你分担 你真是个好姑娘 走 我带你吃饭去 一会儿啊 我还要去拉车呢 我的车正半路出故障了 你还开电动车来啊 不是电动车 是小轿车 听你这么说 你好像很有钱的样子 我只是个小小的工程师 每个月的工资啊 也就三十多万左右 我家还有套大别墅 我想啊 等我弟弟妹妹都毕业以后 我就帮助他们 就让他们都出去自立门户 绝对不会打扰我们的两个世界 我们走吧 走 走 我还真的没看见到吧 这三肯定会不会死啊 是